挖洛比,挖拿枪一级不去打架 不去恶心对面 冰凶怎么赢 这个不懂相媚术性赢 这也是我吧 放鬆火箭 我不是在那邊打不動嗎? 怎麼會不會有力氣 我沒有力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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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進去 这等他推进来的吗,别人扣的好嘞 啥巴鸟的 推进太慢了 想到好主意了吗 队开波了开波了 今天来晚了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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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伤害啊 什么伤害啊 兄弟们 这么高 但是德勒文挺猛的 德勒文他伤了我 他等一大二二了 大概还是个屏障 不过屏障也是嘛 这到后面可能是没有文强 稳一点 升个六级再去 马上就六级了 哇 升级了是吗 还是回血的 他升级了还是 磕了药吗 回血的是吧 一下子回来熬的血 差一点可惜 差一点可惜 吧 记得了回血 embarrassing 这个 没用 什么 都 不好 使用 我 多 不 尼 有 对面下路无导压线啊 好痛啊卧槽,两个技能我大半是没了 暈了吗 这是我吧 就如果那个子弹子弹四个子弹都打到人的话,那跟你天点伤害是一样的 不用看距离,不是说距离越近伤害越高,只是打到一定距离伤害最高的就是什么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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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刀好努力了吗 大哥 呀 出黑鞋吧 我昨天出第二阵出黑鞋还挺爽的 今天继续第二阵处理写吧 这个中弹有点烦人 拿他又没啥办法 温暖 来,我来了,兄弟们 哎你,你他妈的就晕脑子 这狗逼,狗逼就只用我一个推炮先不走啊,推他 这个小龙快刷新了,我们还等这个小龙刷新那只能推他的 这边有没有野怪的,推他顺便等小龙刷新这只能 五个逃宠啊,推他儿很怪的,心胸好树枝,树枝什么叫树枝,树枝是啥意思 让开个嗓面他跳上来的话看得见,钱还不够,先别回吧 100多块,这边核心刷新的,先别走,树枝高是吧,是树枝高 我第一把没什么状态,这下面打起来去一下 这B就,真就只大我一个,待会打团小心一点 这个B打团,他只是R我的这 可以把那个上路塔放的,推这个RF 我上路也去放的,推这个RF 这样可以的 他把甲子打死了,卧槽,真的 我盯着真的打,结果他好像是对着甲子打了很多下 这个塔可惜了,没推掉 昨天我出那个经济实际加黑鞋挺好运的 这个装备,这样出装备容易混了 然后第三季再出新,再出那个什么,收集者 兄弟们,第三季再出收集者,真的,这样出好一点 第二季出收集者,有点感觉有点那个 就是如果第二季的时候打团 收集者打团有点弱,有没有觉得 兄弟们,有没有觉得收集者打团有点弱 收集者跟装备性价比有点低,对吧 但如果第三季出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一点 规避了他第二季性价比不高的缺点 对,收集者,性价比太低了 第二季出太低了,第三季出还稍微好一点 其实我的发育很好的这吧 我应该是最肥的那个 我就到了这个 这把中弹被抓得老惨的 这把没记住抓中 走吧走吧走吧 快走 他为什么也有想化回城呢 啊对拿着先锋现在改,拿先锋拿着之后全部都有想化回城 我忘了 这个回城好像没必要回的,回城出个暴击没啥用 多层100多块钱出个1300的那个大剑好了 暴凤大剑 暴凤之剑 谁叫暴凤之剑?暴凤大剑 暴凤之剑 暴凤之剑 这小只打断一点用都没有 它这里一点用都没有,这个废物也 趁行那个冰没掉的时候看能不能缓个冻尾环啊 把他越了 好,这波就不玩也了,大招了 神话版本,可求一些纳涛,纳涛就是,纳涛比现在确实要强很多 纳涛在以前的话,他以前不是有星石吗,纳涛是 星石的话到后面抢下去,纳涛没有星石后期抢 但是他比现在的装备要强很多,纳涛还是带着好的 他有全天吸血啊 好,回家吧,伸好了起,20分钟不到,三斤套,三斤半 小手这些英雄真的,玩不好,玩的不是很好,别玩,真的 真别玩 玩的不好,没必要玩这英雄 这英雄一到大团就废了,玩啥呀 可血就对,就是缺伤害,特别是到后期 就这点不好,但是他比现在的装备要强啊,就是他现在,就是以前的科学 他比现在的初穿家还要,还要猛,初穿家的伤害还要高 他没Q了 打什么龙啊,他妈的,别人就在旁边你打龙,搞笑一样 他什么想的,他妈打个脑残只会打龙的 视野都不错,跑去打龙 先跳一下,血有点低 我赢的局是吧,非要打龙给对面机会,人都没杀就打龙 我赢的局,非要去给对面创作机会 算得不烦你了,自己也去这么多美化,难得犯了 再出个动工吧,好吧,再出个动工吧 你们觉得这套出装怎么样,我感觉还可以啊,是不是 挺强的 这套打架的时候移速特别快 他比油梦要快一些 他比油梦要快一些,知道吧 为什么呢,因为黑鞋加疑速,知道吧 黑人加疑速,然后加20点疑速 然后这个装备呢,这个装备也加接近20点 啊,不止20点,他加不止20,不止20点的疑速 现在的话他应该是不止20点 应该是在20多点的疑速,然后就 对比油梦都收集着到他,他多个40点,40多点的疑速 然后这个杀万人之后又要跑很快 油梦就是开的主动效果有疑速 没开主动效果的话,他没有这套快的 他没有这个经济时机快的 因为油梦那个疑速 他一打架就消失了,知道吧 一打架就消失了 大得太慢的 早点放大呀,扣到之后直接放大 这消失有什么用啊,我不理人 为什么要玩一下